台東下雪芒果正值產期 台東縣政府6號也特別舉辦評鑑記者會 希望打造優質的台東下雪芒果品牌形象 而今年下雪芒果雖然豐產 但人事供不應求 市場價格也居高不下 現在優質國品的一個宅配的行銷 大約在150到200元 那也有三四成的不良果 就是說有碳疾病或者是有 這種青頭的這種狀況的這些股市 那這些果實呢 我們農會就會以保證價格 就是在符合成本的一個創作之下 以每公斤70元跟農民收購 目前台東下雪芒果種子面積約230公頃 主要分布在台東市與北南鄉 許多市家農也開始轉做下雪芒果 而縣府也提醒族人 要栽培下雪芒果 還需獲得品種授權才有保障 人民地區我們的住民朋友 想要開始投資栽種下雪的話 一定要務必注意 下雪芒果園它直接用那個牽插的方式 所種出來的這一個下雪芒果的話 未來它因為沒有品種授權的這一個部分 它可能就只能有一般愛文 甚至更低的價格來做販售 縣府表示台東原鄉地區非常適合 種植下雪芒果 未來也會輔導族人栽種與申請品種授權 希望能提升原鄉農業經濟收益 原事請我們駕駛台東市才把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